完卷是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攻击 今天带给大家引着一款神奇工业出品 并由TSC设计支持的歼20黑闪 歼20变形金刚环太平洋 这几个关键词一丢出来 很多密友就已经难以一直躁动内心了 均膜的外壳下藏着会变形的内核 而变成了机甲就像环太平洋中一样肩负着 抵抗外来入侵物种的职责 几大IP核心元素的碰撞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近期热度极高的跨界大作 包装算不上大 峰会整体走冷色调和军膜的气质很搭 配件方面就是以底座和以古兽如柴的武器 这武器确实有点过于迁徙了吧 先开封面后是漫画画风很讨喜 但情节方面似乎没有太大心意 整体结构如果接触过DW系列变形钢作品 如此的翻页外包设计会让你有很强的精气感 底座由于变形的机关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能从一个类似于三角形变成一个五角形的样式 那么在安装上支架之后 无论是飞机还是人形都有个很好的展示了 这次黑闪的伪装形态觉得是最大的亮点和卖点了 以歼20这款至今还颇具神秘色彩的战机为原型 无论是造型和涂装都做了很充分的还原 而考虑到这是一款可以变形的作品 而非单纯的军模摆件 如此的表现力更是称得上惊喜了 整个机体从侧上方来看 线条是拉得非常的干净漂亮 涂装方面就像刚才介绍的是军模的风格了 而且机上还有八一的标志 一左一右一红一绿两盏灯 这个熟悉军舍朋友一定知道它的用途了 发动机的喷射引擎也是额外涂装的一个胶带了 那么从侧面来看 这个是特别惊喜的一点 作为一款可以变形的玩具 如此的厚度 可以说是设计上的一个非常用心的诚意体现了 而且各个角度来看 包括底盘的收纳 各个面板线的契合度 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 机舱这一块有很多细节的刻画 而下部这个零件应该是一个红外线的侦测仪 这个居民应该有更权威的一个说法了 前部的压抑也是个人很欣赏的一个设计要素了 这个涂装包括面板的材质手感都是让人感觉非常舒服 当然这两个凸起是稍微有点穿帮了 起落架方面是三枚 前面一个后面两个收纳起来 后面两个起落架是稍微要费点功夫的 两个面板不同角度的翻起之后做一个起落架的收纳 另外一侧也是镜像的调整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飞机安装在支架上了 这支架确实非常帅气 但是如果说有点遗憾的话 就是它只能前后这同一个轴向的调节角度 并没有多设计一个关节能够使它做到左右侧飞的一个展示 而且整体的比例方面可能也是很难完美纳入军迷的飞行大队了 不过再次强调 作为一款可以变形的玩具 如此的伪装形态表现力已经是非常惊艳了 说到变形 首先要提到的是关键位的金属骨架 这种冰凉的质感给人特别踏实的感觉 但结构的扎实稳定 还是不提倡熊孩子般的瞎掰 毕竟各个面板之间的空间本就非常有限 整化的军模涂装就不好了 整体的变形体验算得上流畅 特别是如果你接触MP系列小红的变形 大方向是比较容易把握的 各种索扣的胶带算是清晰明了 变形顺序性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 难度算是中等吧 特别是从伪装形态到人形变化的时候 一气呵成并不会有明显的卡壳位 想看完整变形过程的朋友 可以到我的视频中间看上一期的视频 是专注于变形展示的 人形状态下的黑闪 由于并不需要考虑到还原度的问题 造型上可以更开放 一体性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涂装方面依旧是延续了均膜的冷色调 胸口的造型和背后记忆分开的样式进一步提高了 和传统变形体验特别是小红的区分度 这个胸腹部我觉得是人形状态下最大的亮点了 力气饱满 后面这个翅膀张开 各个角度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调节 而肩膀上面飞机形态下的压抑变成了一个肩甲 这个设定也是挺有意思的 旋转到侧面看整体的身形 向后延伸这个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还有一个小小的尾巴 这个熟悉高达的朋友对如此的结构并不会感到陌生 背后的涂装也是做到了一丝不苟 小腿这个地方也没有明显的一个空洞位 可动性方面 头雕左右上下这个幅度还是很给劲的 而是它眼部的透光性是绝对值得点赞 手臂前后左右的摆动 要注意上部肩甲的一个位置要配合调节 背后的翅膀就像刚才介绍的分开几段活动没问题 小臂的外摆内收 曲肘由于是双动关节 可以完全超过90度这样一个幅度了 四指可以张开握持武器 这叫说到这个细长的武器 长度OK 但是这个粗壮程度确实是有点煞风景了 腰部有一个平转的关节 大腿根部向前踢 支持力度特别给劲 膝盖是双动关节折叠 这个幅度也是OK的 护膝也能跟着调节角度 另外要特别提一下的 这个膝盖包括大腿根部这个主要的骨架关节 都是引入了金属件 所以在把玩的时候也会更加放心一些了 脚踝有一个摆动的关节 辅助接地性 前脚掌和后脚跟是分别单独可动的 而掀起背后的臀甲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支架酸爽的给插进去了 作为一个人形状态下动态pose的展示 如此的一个支架所提供的造型支持还是挺平动的 虽然不得不说这个枪实在是有点太细了 军模 边宁钢举形机甲 这些要素加在一起的作品 但是听概念已经让人很激动 飞机形态无论是造型还是涂装都属上乘 特别是考虑到这一款可以变形的玩具 如此的收纳更是值得点赞 变形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人形有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在没有变形金刚背景支持的变形类作品中 绝对属于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款